國庭法務館南方營窟 為了當地警察大的電源 提供當地的電源模式 今年七月割標 之前進行國庭南民二館擋透醫療 以及二空一千年十二月底的開館七營溫 這個我們二館 這個從內容上來說 我們的特色是 第一 我們打造了一個開放式的 典藏修復的空間 所以大家可以 除了看一般的展覽之外 還可以看到博物館工作裡面 大家比較不常看到的 這個點藏跟修復 另外的從我們的這個位置來說 我們充分的改善了 第一館的這個空間 比較偏後面的這樣的一個缺點 讓以後來到南院的人 可以下了車之後 馬上就可以進入室內 不必受到這個風吹這個雨淋 1116年的年底我們就可以工程 就可以完成 工程完成之後我們進行內部的試裝 然後就可以推出展覽 國庭普門營已經有密查標示 一館完工了後 南院也會由雙主館 向上來加持 大大增加電欄的空間 更多一 現代化修為科技電視技術 另外還有管制公車的大型電欄 未來可以基盤 還有大型的電欄 故宮二館終於動土 那叫做國寶修護館 那即將投入32億 那這對嘉義人來講 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 因為有一館再加二館 那能量不斷的在做擴大 那我想因為故宮是一個 國際性的博物館 所以這樣的一個投資 跟這樣的一個建設 勢必讓嘉義可以跟世界做連結 讓世界了解嘉義 所以我想這對嘉義人來講 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大家以後 多多來故宮南院 除了來這邊欣賞這邊的美景 那也來看這邊的博物的一個展出 那我想絕對讓大家不需此行 該管理王張良表示 南美的儀館會到達30億億來興建 未來南美的靈魂不斷可大 由海到南美不可以看文物 更能看到當中守候的過程 這樣投資和建設 讓世界和嘉義來聯結 未來的國家南美的環境 是政策的又期待 記者翻美改會願長報答 字幕君 李宗盛